公立菩萨最近都在赶工 非常的辛苦 那么也希望呢 每逢有佳节的时候 都可以让他们感受到 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马上就是母亲节了 所以今天准备的母亲节礼物 当然资源回收 塑胶带做成的康乃馨 还有呢 我们要推述 让我们的公立菩萨知道 吃素对身体好 而且不杀生 还有呢 当然 希望都能够祝福天下的母亲 都可以健康长手 再加上呢 全家人一起日佛 心安平安平平安安 我们每天都很出动的工作啊 吃这个还是可以 不会多没有力气啊 这样吃也比较健康啊 温馨佳节持续推速 也送上平安和祝福 这工程进行快两年了 是再次用行动 感恩大家的付出